第21題 水滴頭和火焰頭挑戰撐竿跳關卡 跳得越高則獲勝 工作人員準備了軟電 以延長落下的衝擊時間 進而降低衝擊力 請問雙底線數運用到下列哪一個定律 這個題目的就是跟 以前課本上所教的跳沙坑的例子是一樣的 因為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變化 那麼如果我們的速度變化一樣的話 我們的所花的時間越長 那麼我們的加速度就會越小 而我們的F等於MA 當我們的質量相同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加速度比較小 那我們所受的力量也會比較小 所以這都就是所謂的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我們延長我們的時間 所以我們加速度變小 所以我們所受到的力量也會變小 第21題問我們說 請問雙底線數運用到下列哪一個運動定律 我們答案選的是B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我们下期再见